中国近年来经济政策正酝酿一场危机 让高新的人士梦想破灭 近期中国金融业出现了大规模的降薪裁员 但是金融业他们并不是唯一感到压力的行业 消费科技产业他们也全面的陷入困境 根据彭博社的数据显示 包括百度、阿里巴巴和腾讯 总共裁员超过6.3万人 原来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如今将资源投入到汽车 还有晶片的行业 导致很多高新的专业人才受挫 而随着中国的经济持续低迷 银行的行员造星银还有裁员的消息也是频传 根据中国媒体统计 今年上半年 中国42家的上市银行有超过了4万人 遭到裁员或者是主动离职 甚至包括像是董事长以及银行的行长 其中六大银行共裁员了2.5万人 而中国的工商银行开除了是1万多人是最多的 可以说是中国的金融业现在正在面临了五大的不祥之兆 第一个就是面对了大规模的裁员 就薪水层面来看相较去年的同期是下降了2.7% 第二个就是辞职潮中最多的都是金融业的高层 显示出金融层他们是对中国的金融体系信心崩塌 接着是在中国的加强控管之下 国内有8700多名的银行家他们都遭到了控管 纷纷被要求说要交出护照 还有出国的计划都要申请的许可 第四个就是除贷的危机 因为中国的银行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资产投入到了地产 其中四成都是不良的贷款 最后的不祥之兆就是隐形债务未公开 因为中国在去年末政府的法定债务的余额 超过了人民币70兆的人民币 这个规模大于了法定的债务的政府隐形债务等数据 但是当局迟迟未公开